双腿出现这三个症状,可能是肺部已经癌变,千万别不重视,最近老王总是咳嗽,腿时不时也会痛,而且越来越严重,晚上也痛得睡不着,于是先去了骨科就诊,结果没想到,尽管有些疑惑,但他还是遵照医生的建议做了检查。 结果证明医生没有错,老王已经肺癌晚期,并出现了骨转移,腿部出现三种异常,可能是肺癌降临。 一、腿部持续疼痛,天津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,肺癌患者中有17.42%会同步发生骨转移,而腿部的长骨如骨骨就是常见的骨转移部位之一,这是因为骨骼里有丰富的血流, 还有肿瘤生长所需的生长因子和区化因子。肺癌细胞更喜欢通过血流扩散到骨骼,并在这里安加落户。 当癌细胞转移到腿骨,会导致局部的持续性疼痛,可能在夜间或休息时加重。 如果骨骼结构受到显著破坏,还可能增加病理性骨折的风险,从而引发更剧烈的疼痛。 当然,关节炎也可能会引起腿痛,但关节炎的腿痛在休息时会缓解,活动时加剧。 而肺癌引起的腿痛是一种顿痛,而且痛感会随着癌症发展不断加强,最后爆发出火烧一样的痛,连吃止痛药都没用。 二、腿部肿胀,肺癌细胞非常霸道,不仅会转移,它形成的肿瘤还可能压迫周围血管,导致血液流动减慢,滞留在下肢,引起浮肿。 肿瘤本身也可能成为肿胀的罪魁祸首之一,通常摸起来硬硬的,推不动,按下去还有点痛,可以辅助辨别。 此外,扩散到下肢的肺癌细胞还会释放醋凝物质,让血液更容易凝固,形成癌性血栓,使下肢肿胀。 不过,引起腿部肿胀的原因还有很多,来自心脏、肾脏、肝脏等的疾病也爱折腾腿,但源头不同,水肿即伴随症状都有差别。 三,腿部无力,肺癌即使不转移,也可能通过癌细胞释放一些特殊激素,抗原或代谢产物干扰身体正常运转,而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坐以待毙,有敌人入侵。 免疫系统便会派出一些特殊免疫细胞迎战,而它们之间的斗争就可能造成身体上的异常变化。 腿部无力就是其一,因为肿瘤会分泌神经毒素,使肌肉病变,让人感到乏力。 而和肿瘤拼红了眼的免疫细胞,也可能误伤神经和肌肉,使其受损,不能正常运行。 如肺癌导致的肌无力综合征,就会引起四肢无力的症状,且下肢重于上肢,并逐渐发展为走路不稳,行动不便。 如果难以区分这些症状,还可参考肺癌的一些典型症状。 1.长期咳嗽 中华医学杂志有数据显示,50%以上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时有咳嗽症状。 而且这种咳嗽大多是干咳,吃止咳药也不见好转,有的人还会嗨出铁锈色弹乃至咳血。 尤其是持续时间三周以上的咳嗽,需要格外注意,最好尽快就诊。 2.声音嘶哑,呼吸急促。 当肿瘤位置靠近喉咙,损害到声带时,就可能发生声音嘶哑。 据统计,约有20%到30%的肺癌患者可在不同时期出现声音嘶哑。 气道与喉咙位置相近,肿瘤阻塞气道,也会让你感到呼吸加快或呼吸困难。 即使休息了也不能缓解,还可能逐步加重。 不过,声音嘶哑也是咽喉眼,喉部肿瘤的症状。 声音嘶哑持续两周以上,或者出现呼吸急促。 都应去做喉镜和胸部影像学检查。 3.胸闷胸痛。 肿瘤持续生长,侵犯到胸膜、神经、血管。 这里就会发出闷痛的警报。 值得注意的是,肺癌引起的胸痛没有固定的部位,但会持续加重,尤其在咳嗽或深呼吸的时候。 而且肺癌引起的胸痛,还可能牵连到附近的肩、背、手臂引起疼痛。 看到这里,如果有一次症状,也不用惊慌,不能简单的对号入座。 可以去呼吸内科或肿瘤科就诊。 医生会根据情况安排进一步的检查。 比如胸部CT,必要的血液肿瘤标志物等检查。 如怀疑有股转移可能,可安排股AT扫描检查进行除筛。 如没有上述症状,那就恭喜你了。 但也别掉以轻心,以下三种人,即使没有症状,也是肺癌高危人群,同样需要警惕。 1.长期抽烟。 吸烟容易诱发肺癌,你可能已经听到耳朵起茧, 但你可能想象不到,肺的伤害程度究竟有多深。 据国家癌症中心2016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, 我国男性肺癌死亡约24%归于吸烟。 而且吸烟越多,风险越大,有研究证实每天吸烟。 即使戒烟都不能完全抵消风险。 临床肿瘤学杂志有研究纳入22项相关研究后,最终证实戒烟可以降低肺癌风险。 但吸烟者即使戒烟超过15年,肺癌风险仍高于从未吸烟者。 2.身边人喜欢抽烟。 很多人会认为,只要我不抽烟,肺癌就跟我没关系。 但这恰恰相反,有一种烟,你可能已无意识吸了很多。 那就是身边人抽烟释放的二手烟。 而且二手烟比一手烟危害还又大。 有研究证实,二手烟里的一氧化碳是一手烟的5倍。 胶油和烟碱是3倍,致癌物压硝案是50倍。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也有研究表明, 在不吸烟人群中,成年期在家中吸入二手烟的人, 患肺癌的风险是未吸二手烟的1.3倍。 3.经常炒菜还不开油烟机。 中餐中经常用到煎、炒、炸等烹饪方式。 其产生的厨房油烟可损伤DNA引发癌病。 所以尽管很多中国女性不抽烟,也不吸二手烟,仍然有可能患肺癌。 不过咱们也不可能天天下管子。 可以通过使用抽油烟机保持厨房通风,采用蒸煮盾等烹饪方式降低厨房油烟危害。 此外,有慢性肺部疾病史曾经患过癌症。 父母兄弟姐妹叔百姑就已等一二级亲属患过肺癌的。 职业需要接触食棉辐射二氧化硅等致癌物的,也属于高危人群。 以上高危人群建议50岁开始可酌情提前至45岁甚至40岁, 每年进行一次肺部低剂量螺旋CT筛查。 为什么肺癌一查就是晚期? 肺癌是我国高发的一种癌症,可以分为原发性和转移性两种。 一般我们说的肺癌就是从肺部长出来的原发癌。 对待肺癌早发现早治疗才是重点,据统计经过积极的治疗。 早期肺癌治愈率可以达到100%, 而晚期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只有15%左右。 可怕的是,很多肺癌患者一查就是晚期。 肺癌患者一确诊就是晚期,与早期症状不明显有关。 等到出现了明显的症状,再去检查时多数已经发展恶化到了晚期。 预后效果很不理想。 体有肺癌,双腿有暗示。 体内有了肺癌,或许双腿会发出信号。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腿部肿胀,腿部肿块、腿部疼痛等症状需要提高警惕。 随着癌细胞的增值会导致血管神经受到侵犯。 引发腿部肿胀、疼痛等的症状。 对于生长速度快的无痛性肿块,也需要警惕是否为癌症可能。 除此之外,如果出现咳嗽、咳血、胸痛、发热、杵状质、关节炎等, 尤其是刺激性的肝壳、吸烟男性弹中带血、间歇性的胸部顿痛等症状, 也可能是肺癌发出的信号,尽快就诊排查治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